大家好我们这节开始讲pcp的面向对象相关的知识了 面向对象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但是呢他会稍微难一点点 所以我们以后这个课程的话 每一节的时间会控制的短一点 这样的方便大家来根据 特定的知识点去看这个视频 如果有一个不太明白的话呢可以多看几遍 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就在评论区里打出来我会给大家回复 好我们开始学习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呢他的缩写是OO两个大写的O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对象 对象呢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所面对的事情都可以看作是对象 比如说一个苹果一只猫一只狗一台电视机一台电脑 这些呢都可以看成一个独立的对象 而在我们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中呢 对象是一个由信息 以及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描述所组成的整体 它是一个整体 它呢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呢 它的简称是OOP 这个概念呢大家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一时理解不了的话也没关系继续往下看 通过后面的讲解呢大家肯定就能明白这个什么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了 下面呢我举了两个例子啊 例如一只小猫它的名字是汤姆 它的性别是公 然后花色是橘色 这些属性呢是描述我这只小猫 它这个对象 还有哪些特点哪些属性 然后面呢是它会叫会吃饭会打闹 这些呢是它的一些行为 它能干什么事情 再例如下面这只小狗 它的名字呢是杰克 然后它是公的 花色是黑色 它也会叫也会吃饭会打闹 这两个呢就是两个非常像的对象 一只小猫一只小狗 而它们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属性 自己的特点 然而它俩呢又有公共的方法 就是都会叫都会吃饭都会打闹对吧 那这两个对象在一起的话 你怎么去区分谁在叫 谁在吃饭谁在打闹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每个对象 它里面的名字 来区分一下 或者通过这个花色来区分 所以啊我们这两个对象 虽然有公共的方法 但是呢它有独特的属性 这样就能区分两个对象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 对于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就对应上面的概念里面的 对象是一个由信息 以及对信息进行处理的描述所组成的整体 整体呢这个小猫小狗就是整体 然后信息呢比如说这个名字了 性别了 花色了 这就是信息 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 这个叫啊这个吃饭啊打闹啊 都是对信息进行处理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什么是面向对象呢 面向对象是一种编程的思想和方法 他将程序中的数据和操作数据的方法封装在一起 形成了对象 并且通过对象之间的交互和消息传递来完成程序的功能 这是面向对象 我们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呢也能够知道他将程序中的数据什么是数据呢 就这个名字 性别花色这些都属于数据 那这个操作数据的方法呢 比如说这个叫啊 吃饭啊打闹啊 这就属于方法 而我们把这些方法呢都封装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的对象 也就是小猫或者小狗 然后我们看一下面向对象编程 也就是OOP 面向对象编程呢强调数据的封装 继承 多态 以及动态绑定等特性 它使得我们程序具有更好的可夸展性和可维护性 还有可重用性 之前我们学过函数 函数的作用呢就是把一些常用的功能封装起来 然后后面方面我们调用 就减少了程序的重复编写 节省了很多时间对吧 而这个面向对象呢 你可以理解为把很多常用的函数了 方法了封装成一个大的类 大的对象 我们再去调用 也是能够大大的节省我们的开发的这个时间啊 好 这就是对象和面向对象的两个概念的说明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对象的三个主要特性 第一 对象的行为 对象呢 可以执行的操作 就叫做他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 去开灯 一个人他去开灯啊 关灯 这就是人这个对象 他的行为 那比如说那个上面小猫小狗 小猫去叫 去吃饭 这呢 就是他的行为 第二个呢 是对象的形态 对对象不同的行为是如何响应的 这是他的形态 比如说 颜色 尺寸 外形 这是他的形态 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的属性 第三个呢 是对象的表示 就是用什么东西去表示我这个对象 对象的表示就相当于身份证 具体区分在相同的行为和状态下有什么不同 在我们面向对象编程中呢 对象的表示通常是通过类来实现的 这个类呢也就是class 后面呢我们会专门来讲这个类啊 这就是对象的三个主要特性 行为 形态和表示 然后再看最后一个 面向对象编程中的三个主要特性 这个特性呢 大家只需要简单了解一下 在我们后面的实际的编程构成中 会对他进一步的去讲解 面向对象编程的三个主要特性呢 是封装 继承和多态 记住这三个词啊 封装 继承和多态 第一个封装 封装指的是将对象的属性和方法封装在一起 使得外部无法直接访问和修改对象的内部状态 通过使用访问修饰符 这个public private protected 来限制属性和方法的访问权限 从而实现封装 那改成人话呢 就是说 把一些常用的东西 给他封在一起 帮我们后面去调用 这就是他的封装 第二点是继承 继承只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类 而该类呢 可以继承 副类的属性和方法 并且可以添加自己的属性和方法 通过继承可以避免重复编写了相似的代码 而且可以实现代码的重用 那说人话呢 就是说 一个父亲 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属性方法 继承给儿子 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 是这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的动画片里面 这个超人总动员 大家应该看过啊 超人总动员呢 他那个爸爸不是有超能力吗 而他生了个儿子 他这个儿子的超能力更强 我的印象中呢 是他既继承了他爸爸的超能力 也继承了他妈妈的超能力 他会飞 而且有雷射眼 是吧 很厉害 我们拿这个例子来讲一下这个继承 你就能很容易去明白了 这个小孩呢 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超能力 并且继承了母亲的超能力 但是呢 我们在php里面的继承啊 他只能继承一个啊 只能继承一个 不能继承多个人的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他继承了之后啊 不会对父类造成影响 也就是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东西之后 他只能用 不能改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呢 是他继承了之后啊 能够去 在他自身里去改这些方法 或者是增加一些自己的方法 他虽然呢 不能影响他的父类 但是呢 他可以对继承来的这些东西进行改动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孩比他爸爸厉害了 对吧 这就是继承 你也可以去拿这个继承遗产作为这个案例去理解下 不过这个继承遗产的话 儿子继承了父亲呢 那父亲的就没了 但是这个呢 是继承了父亲的之后 父亲的不受影响 相当于复制一个了 然后第三点呢 是多态 多态呢 只可以使用一个负类类型的变量来引用不同子类类型的对象 从而实现对不同对象的统一操作 多态呢 可以使代码更加灵活 具有更好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 在PGP中呢 这个多态可以通过实现接口和使用抽象类来实现 这个多态呢 就稍微复杂一点啊 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多态进行详细的讲解 包括这个接口 还有抽象类 这两个是稍微难一点点的 好到这呢 我们这个比较枯燥的概念就讲完了 下一节呢 我们就开始拿这个代码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对象到底是里面怎么去执行的 好我们下次再见